乌克兰官员称,泽连斯基遭遇暗杀未遂,由车臣精锐特种部队发动 综合媒体3月2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的社交平台发布的帖子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奥莱克西·戴尼洛夫在3月1号的简报会上声称 乌克兰军队挫败了一场针对该国总统泽连斯基的暗杀图谋 根据达尼洛夫的说法,一阵名为凯迪瑞的车臣精锐特种部队一直在幕后策划暗杀泽连斯基 但计划随后被挫败,他说我们很清楚,直接由凯迪瑞发起的这个特别行动是为了除掉我们的总统 达尼洛夫还宣称,是不支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向乌克兰方面泄露的这一场暗杀图谋 参与暗杀的Cadyrovide部队最终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在哥斯托梅利被消灭,另一部分处于炮火下 报道称,自从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泽连斯基就声称,他将成为自杀的头号目标 2月24号,他还警告说,俄罗斯破坏组织已经进入基辅,并正在寻找他和他的家人